帕普大国民请听蔡师平 欢迎回到帕普大国民六点到七点钟第二阶段的节目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对不对 刚才在五点钟的时候就跟大家说了 祝福所有的做工的人 上班的人 辛苦养家的人 大家都要珍惜一下 自己的人生都是靠自己奋斗出来的 今天六点钟我们尤其特别 我们为各位安排了非常符合 今天五一劳动节的节日的气氛 因为各位很多人应该读过林立青写的书 做工的人 这书当时大畅销 对于喜欢介绍书 喜欢读书的我来说有点可惜 当时看了之后 一直想要去访问原作者 但是因为后来就阴错阳差就错过去了 错过去之后 但是这次这个弥补太好了 因为原作的林立青先生 我不但请到了 我们还请来一位美女导演 兼编剧 郑芬芬小姐一起来 为什么呢 做工的人就要变成电视剧了 所以我先来介绍两位在我们现场的贵宾 第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导演兼编剧 郑芬芬芬芬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郑芬芬 第二位就是刚才已经速度提到的林立青 立青你好 视频大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真快 那个书到现在这样子一下子也拉开一段时间了 三年多一点 非常非常快的时间 然后现在变成了影视作品出来 立青当时写完之后 我在好奇 当时在畅销的时候 应该就有影视的借的人来跟你接头 说想要拍吧 对那个时候 大概二月出书嘛 四五月就开始陆续有 那我是交给出版社去谈 然后后来就到大幕的手上 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认识分道了 OK 所以到后来才有现在我们看到郑芬芬芬 导演这个 芬芬什么时候接的 这个系也不能算接 因为很特别的是 我当初是在做一个学生影片的评审里头 看到了他们的填调资料中有一本这个书 我想说这什么书啊 好特别有讲做工的人 然后周围说的评审都告诉我说 这本书非常好看哦 我想说我好丢脸哦 好像全世界都知道这本书 只有我不知道 赶快去买来看 才知道原来它是非常畅销的一本书 那我一看就入迷了 然后我那时候看完的时候 我心里就觉得我好想拍哦 可是只是这样想而已 还没有很努力的说要去实现它 但是就是我偷偷的请朋友帮我问版权 但就没问到 然后因为大幕的制作人林玉玲是我 我们俩是酒肉朋友 就是只要我们有碰面的时间 就喝酒啊 吃肉啊 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聊金矿啊 然后我就跟他说 哎呀我最近在文两本书的版权 就是我看完了我都好想拍这样 然后其中一本就做工的人 他突然就很得意的告诉我说 在我这儿 哦真的太巧了 真的蛮巧的 很多事情你不能不承认 但我们说巧也有一趣 巧的背后其实也有一些 条理跟逻辑了 比如说你们就是朋友 对不对 然后你的朋友呢 就又对这样的书有兴趣 很早就注意到这个版权 这还是有一些巧合了 巧合的背后一定有一些必然性了 你要碰到一个完全跟这个行业没关系的 你再怎么讲他也搭不上这条线 对不对 好所以就就决定了这样 哎可是 立青的这本 林立青先生的这本做工的人 如果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读过 他基本上不是个小说 他是一个当时自己在工地工作的林立青 一个蛮奇特的角色 有一点带一点点文青的某些思维 但是偏偏又是在工地里面工作 然后他自己的有感触 因为说实在也只有一个有文青的思维的人才会 那个灵魂的人才会有感触这么多 看到这么多东西 还想把它写出来 可是他并不是一个小说 对所以到了郑芬芬手上的时候 因为你今天介绍你的时候是导演兼编剧 两个角色都在你手 所以表示说这是有改编的 改编剧本的这个过程 立青当时有没有想过说 这个东西要拍的时候 你自己想要介入变成一个编剧 或者是有预想过吗 没有因为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专业 就是当我踏进大漠或者等这些导演他们聊天 我发现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他们给你是两个世界的人 对他们看待我 我看待他们就会有一种 一开始会有一种很尴尬的状态 就我发现大家都非常尊敬分岛 然后那个所有的人看到分岛 看到玉玲节都是立正稍息 就是非常的知道他们在那个行业里面的地位 那我大不敬了 我看他都觉得只是说这个导演好秀气 对他们也对我很尊敬 而且尊敬也很奇怪 就是我们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世界 所以我就第一时间觉得 编剧和我一定是不同的两种人 可是你讲到一个我也很好奇 就是因为我在想 我看到你的时候 我那个态度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 你晓得就是这个 因为我如果是太轻松太随便 搞不好立新会说你看吧 又瞧不起我们做工程 我如果太严肃呢 又不是我平常跟我的作家朋友 或者是这样认识朋友说那种那种风格 但我要讲的就是你在写这本书 然后爆红 然后这书也爆红之后 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到别人看你也变得很尴尬 会会变得很尴尬 对啊 就是别人会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我举个例子 我以前大概2014 2015年去台大施工 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在门口的停车场 等学生上完那个都进去 老师的车都过了 才会有一个工读生跑来带我们进去施工 然后做完之后他要帮我们销持持卡或者是停车优惠 那我们都在那边等待 我们的劳工没有人会在意的 可是等到我成为一个作家 他们邀请我比如说去台大来参加什么口试 或者是来演讲的 那那个老师学生研究生甚至老师教授 挤了是直接跑到门口去接你 那你的尴尬和整个身体 那个感觉身份的危机就不同了 对不对 我们一般来说像一个监工跑到电台盘东西 好像也很少见 对 我懂你的意思 可是其实你还是你 但是那个title稍微变化一下就变得很尴尬了 对就是整个看待我的方式不大一样 对人家就哇这个人好像是一个作家 而且因为你又是比较畅销的 人家就哇你这个人是个受到瞩目的作家 那我那个时候就有一种天哪怎么大家对待我是 我就还是原本那个身份 但你有改变吗 我觉得还是有比如说变胖的 然后口条会变好 然后应对会比较知道 对一些像现在的话 跟分岛就会比较聊 比较会一起吃饭 他会叫我利清就会变得比较温柔 之前会说利清 他的时候他会说看你一样 他会说利清兄 利清哥 然后那个利清我想问一下 会很客气 我懂 他就会说我觉得啊 那里面什么 就直接老当了 开始熟了之后 他会知道 我是开始认你这个人 而不是你的身份 不过是蛮熟而已 那郑岛在做编剧的时候 你有参与这个编剧的过程吗 因为你最熟悉这里面所有的环节 我有带着分岛还有玉林 我就会等他们一起 比如说去工地 然后找师傅去吃东西 去逛我们的市集 那可是真正的剧情 我只能告诉他们说 这个合不合理 这在我们工地 我有没有这个经验 或者我觉得 可能用什么方式的话 我们比较常发声 比如工人晚上会去哪里 比较不会去什么地方 我就会这样子去等他们 给一点建议 但是我觉得编剧是一门专业 他必须要在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 而那些想象力很可能 我每天都单 跟工地在一起 我是没有办法 用一个比较超脱的方式 去大学使出来 而且不要忘了 他毕竟是要给一般的观众看的 所以他是影像 影像呈现出来的一部做工的人 他不是一个文字呈现出来 做工的人 文字跟影像 这边有很大的差别的 而且有时候 那个困难度也会非常大 所以待会儿我要听听看 郑芬芬导演 他怎么样把一个 原来是散文体的书 然后里面有那么多的情节 跟人物 还有角色 还有场景 他要变成六集 这个电视剧 这到底怎么样子 做改编的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一起 一起在一起 好 欢迎回到POP大国民 在我们现场的是郑芬芬导演 然后另外一位就是 做工的人的原作的作者 这个林立青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导演可不可以说一下 这个脚本 你当时决定要编的时候 当时有想过是要多少集吗 没有 你那时候想的是电影的脚本还是电视剧的脚本 我没有限定 我只知道我很喜欢这本书 那我想把它改编 但是我那时候还没有想到 是要变成电视或电影这样子 是等到我真的开始执笔的时候 那个故事慢慢成型了 我就确定是一个六集左右篇幅的东西 好 我跟各位稍微说明一下 我们现在谈了一段的这个做工的人 他会在5月10号晚上9点钟 在HBO的频道首播 那当天的晚上10点会在myvideo上线 5月10号的首播当天一次就播两集 然后之后是每个星期 同一个时间播出一集 所以换句话说 6集是播5周 在5周的时间 但第一周是连续播两集 很会吊人家胃口吧 然后这因为是HBO的频道首播 所以你在写的时候 其实还不知道在哪里播吧 对 而且我那时候很怕卖不出去 因为这个题材 一开始我受到很多的阻牢跟不看好 为什么呢 大家都觉得工地那么脏 谁要看一个脏脏的东西啊 这样子 而且觉得这个题材非常难 都觉得我一定改编不出来 反正就给了我很多不信任的想法 你花多少时间改编 其实我们从做甜调到剧本完成 老实讲应该有一年半的时间 也蛮长的 对 只说当然最后写的时间是最后两个月啦 可是前面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做甜调 我必须跟各位讲这六集我也没有全看完 因为他们也很保密 在我访问他们两位之前 我只看了第一集跟第二集 可是我必须跟各位讲 我的评价非常的高 因为能够把做工的场景 做工人的内在的世界 不同的角色之间 他们自己的现实生活里面的各种的痛苦 然后期望 然后对于生命的 在虽然是每天做工 可他们对生命还是有很多自我的期待 以及他们因为有身边的人 或者是下一代 或者是有上一代 他们会投射出很多活着的意义 其实在整个做工的人的前面两集 是拍的非常的好看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是一个带着幽默嘲讽 然后在这里面去看待 做工的人的世界 以及他们看在外面的人 跟外面人怎么看他们的这个世界 非常非常的动人 我为什么会好奇 是因为这个书原著是一篇一篇的散文 所以他变成一个几个人物主角为核心 然后串联成一个工地的这个故事 这个改编的过程 的确是一定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 所以我才想要请这个芬芬来多聊一下 所以在改编的时候 我们现在所看到这几个主要的角色 你大概就已经要浮现出来 把他们串起来 能够把做工的人的故事 整个一样大篇幅的串起来 其实我在看完书的时候 我就对其中走水路那个短篇 非常的感兴趣 所以我一开始就决定了 我是要以走水路那一篇的 铁工兄弟为主角来做发展 那只是说因为他毕竟是一个 人物的报道文学 他并没有很扎实的人物背景 或是些人 但是就是我不害怕是说 我觉得只要有好的人物 故事自然就会出来 那因为我要呈现一个工地的状况 所以以铁工为中心 在他周围同一个时间 因为工程是有分阶段的 这个时期有铁工 下个时期可能就没有了 我就以那个时期 跟那个环境里头 他需要的工种 我就开始把它放进去 因为包括书里头 也有很多板模工 其他的一些工种 我就慢慢把这些人物成型 这样子 我当初对这个做工的人 这书出来的时候 我相信包括我在内 我们会很喜欢 是因为他打开了我们一个 看某一些我们其实视而不见的 某一个群体的那个窗户 我觉得林立青是当时在把这个书打开 换句话说我们自己住的房子 你都知道在那个之前 一定有一群不同类型的工人 建筑各方面的人 一直到整个房子成型以后 你再去看最后的 确定最后的隔间等等 水泥工木工然后装潢 它其实是一个 在很长一段时间来讲 你如果不去想的话 你可能都认为说 房子买了两三年预付款 现在突然间就变一个新房子了 这中间有很长一个过程 其实很长的过程里面 你都可以理解 做工的人就等于替你还原了 曾经有谁在这里 陆续续陆续续在这里出现过 所以立青 你当时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 然后看到它后来变成了一个脚本 你脑海中 或者是应该这样讲 你对导演所安排的那几个 主要的角色 在未来的六集里面主要出现的角色 你满意吗 我所以满意是说 他因为用了虚构的人 对不对 把这些你曾经看过的活生生的 每个不同的角色的具体的人 要拉到他的虚构的角色上去 其实我是满意的 因为当你人物刻画到 深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会从他的样貌里面 看到自己或自己身边的人的故事 比如说一天到晚 在讲发财梦 比如说对整个家庭或家族 他就是不信奉献的人 比如说他有压抑他有痛苦 或他到底在梦想成功之后他要干嘛 他有什么祈愿 或他有没有把钱用来想要做什么地方 我觉得那个是对我来说很熟悉 但我们今天写作的时候 碍于篇幅 碍于你书写的时候 单篇散文他有一个特性 就是你人物不能太多 所以我通常都不能复杂 一篇文章就一个人物两个人物有名字 名字多了我就乱了 而且人家可能记不住 可是当你今天是处理戏剧的时候 他互动可以非常非常强 而且我们今天在写书的时候 他会变成说 人家是蹬着我的文字看 你同时只会看到一个场景 或者是我文字写到哪里看到什么 可是今天戏剧有个特色 他同时间的场景和人物 全部都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事 你可以看到一个人前面震气你 讲话后面一个迷迷疾疾走过去 你可以看到他们两个搞笑的时候 后面就有两个人在那边 做鬼脸说不要 人物可以互相冲突矛盾 争其动员的抓场面 而那些感官更直觉 对我来说那感官是直觉 他的对话是强烈 而且直接会打中你心思 文字你要投入很大的关心 你要很专心看你才会有收获 可是戏剧不用 你就坐在那边 他就很直觉的不断告诉你 而且他塑造出来的东西很具体 大家讨论的时候很有依据 否则你今天看完一本书的时候 你可能发现你想象的功底 和他想象的不一样 你想象的功能和他想象的不一样 语言呢 我看到的 当然因为他一方面是 在这个领域里头的生活的形态 他们的语言文化的 大概都是以台语为主 夹杂一部分的国语 但是除了语言之外 他们的羞耻 因为他们生活形态用的用语 对于郑芬芬你来说的话 应该原来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吧 虽然说我知道学电影的人 或者做编剧的人 他很快的可以融入到不同的场景里面 去捕捉那个 他这个电影角色适当的说话的方式 但是这整个剧本都是做工的人为主 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讲 第一方面就是说 历青带我们认识了 威力后面的这些人物这样子 那我很感谢这一年半以来 他带我们做的甜调 他其实不只是带我认识工人 他也带我认识了很多 在这个社会上生活NGO的啦 流浪汉啦 贪犯老板什么 就对我来说 这些人都是做工的人 我不是只认识工人 我也认识所有 要为自己的生存打拼的人 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其实这些人都形塑了 咱们工人跟这个世界沟通 和看待世界的方式 那第二个是因为 我自己本身是台湾人 其实我家的母语是台语一样子 所以你本来就算熟 对只是我台语说的不好 你要知道小时候我们都是讲 讲台语要罚五块钱的那一种这样子 对说我台语不好 可是我们都听得懂 所以我身边的人 讲的话的台语的方式 其实我是熟悉的 所以我会把我过去的 所有熟悉的东西放进来 其实在做工的人聚集头 你看到的每个角色 其实在我的生命经验当中 都曾经出现过这样 还有一个问题是 因为林一新在写做工的人的时候 他其实是一个旁观者 叙述者的角色 里面所有的人 他基本上是用自己的角度去讲 对不对 可是他变成一个影视作品的时候 就不能是这样子了 对除非你的电影的走法是说 是用 有的电影是用这种手法 第一人称的方式说 我小的时候 或我看到什么 这样的方式在叙述走 但是显然这个剧本 不是这样走的 对 剧本是用几组的人马 各自在一个互动的世界里面 放在一个做工的环境里头 这样子一直在不断的往前推 所以光是叙述者的眼睛的角度 就完全不同了 那你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去 跟大家讲这个故事呢 就也换句话说 你希望透过编剧 透过导演 呈现出来的做工的人 会跟大家看过这个书的 做工的人 这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 因为这也很可能是 包括我们的听众在内 很多朋友会想说 哦就是那本书嘛 那现在拍成电视剧了 哦5月10号就要出来了 那会怎样呢 你晓得这个 你会抱持什么样的心情 来跟他们做这样的一个角色 两种不同形态的 这个区隔的说法 其实我很紧张 因为做工人这本书的书迷 他很多人都是抱着一个 以为要来看社会写实 批判主义的心情 来看这部剧的 但是其实当初我看这本书 打动我的部分 其实里头的人物的精神 什么样的精神呢 这些小人物的精神 就是他们即使面对逆境 他们都有他们的自嘲的方式 或是相互扶持的方式 去帮助对方或帮助自己 那我觉得这个精神 是很可贵的台湾精神 那也是我打动地方 其实我想传递给观众的 所以其实如果书是作者的观点 那我觉得影视 某部分就是导演跟制片的观点 就是说我们要呈现一个 什么样的态度给观众 那我其实想讲的就是说 我们即使是小人物 你都有可能是 你身边的人的英雄 为什么 因为当你受到困难的时候 平凡人的善意 可能会拯救你 那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 那我其实很希望 透过这个剧 可以传达给大家 就是说 我们要常常去关心身边的人 然后互相成为彼此的英雄 对 可你知道吗 在我们如果看台湾文学史的话 在台湾文学的作品里面 已经有不少作品 在之前包括黄春美 包括杨青处 他们其实是以题材里面 是有劳动阶层的人的生活世界 作为他们某一些小说的题材 那杨青处更没有话讲 他几乎全部都是 那包括女工的这个部分 也有 也有好几位作家 他们也是用在碰这个题材 可是难就难在说 这个东西要转换成影视之后 要让所有人都有共同的感受 因为很可能你会觉得说 那个就是我们不同的世界 你就没办法 你就跟他保持一段距离了 但是我觉得做工的人的援助 打动人的是 原来他们生活世界 其实跟你就是 常常就是一个转角的差距而已 你只要头一探出去 就会看到他们 而不是你想象中的这么遥远 我们待会来继续跟林立青 还有郑芬芬两位来聊 5月10号HBO就要推出来的 六集的电视剧 做工的人 好当时呢 这个狂卖这个数万本的做工的人呢 现在终于要变成影视的作品了 但我很好奇啊 当时做工人里面的角色 有非常多非常多 到最后要变成一部电视剧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问说 那选角 我必须跟各位讲 这个剧本的编剧呢 是郑芬芬导演自己 下来做了编剧 可是这些演员 我很好奇 演员选角的时候 你怎么选的 我必须跟各位讲 这些每一个角色 主要的单纲的演员都很强烈 即使是出来客串一小段的角色的 也都很强烈 角色怎么选 其实我通常都是剧本完成之后 才开始根据角色去找 适合饰演的演员人选 那所以第一部当然就是先跟Casting 讨论过说我每个角色特质是什么 他们找适合的人 然后他们就找很多演员来碰面来聊天 那我就去从当中找到 我觉得适合这个角色特质的人 那昌哥昌嫂是我第一次 就是一看到那个苗可丽跟那个尤环顺 我就决定就是他们两个 就我自动帮他们配对了 那个昌哥跟昌嫂是我相信 不只是在这个戏里面非常的抢眼 就算拉到现实世界来 很多的夫妻看了以后 大家也都会心中会暗暗觉得 天哪这不就是我们现实世界里面 夫妻的角色吗 太太果断英明 对不对 但是又爱老公 老公呢就是那种又爱老婆 但是呢又喜欢在外面 一副摆出自己是老大的样子 但是看到太太又温顺的安顺的 不得了像绵羊一样 这个角色这一对夫妻角色选得好 而且呢这个昌嫂呢 又在林玉清的这个做工的人里面 又其实也有互之欲出 因为这里面有谈到很多工地里面 夫妻党工作的时候 那种大嫂级的见过世面的 所以这个角色也相当的好 可是我觉得那个 李明顺跟柯淑源这两个角色 铁公兄弟是最难最难决定的 我其实最后决定的也是铁公兄弟这一对 这两个算最后决定 对对对 因为哥哥对不对 就是毛毛躁躁的 然后一心想要发财 然后弟弟呢就是那种沉默寡言 但是看得出来他的心思 心思细密 心思也很重 然后要随时都要替朋友 或者替他哥哥擦屁股 这对兄弟党这个角色 我必须跟各位讲 哥哥这个李明顺演得非常的滑翘 很好看 他的性格整个的那个就完全捕捉出来了 整天就想要发财 一直在犯错 弟弟柯淑源帅到不行 我没有看过铁公可以 在鹰架上坐在那里 可以这么样的专注的在焊铁 在焊铁公 然后呢 眼神流露出来一种忧郁 这个我觉得柯淑源会成为这部戏里面的 应该讲说性的性感的象征吧 听说已经累积很多粉丝了 这两个兄弟到最后怎么决定 其实柯淑源很早 我就把他摆在弟弟的位置 你有想到是他 对 但是你知道吗 我很在意演员的CP感 这个CP感不只是男女主角 谈恋爱的角 包括家人 夫妻之间 兄弟之间 那我其实那时候一直还没有决定哥哥 我找不到哥哥 然后我就很愁苦 因为这个哥哥很重要的是 你做这么多发财梦 说是可爱 可是你知道 有时候是很可恶的 说苏人会被他搞得要死要活这样 所以我要怎么样去让这个角色是 让人又爱又恨的 所以他的整个外形啊 个性啊什么 我都很在意 那时候我就找不到 我想说死了怎么办 然后我还跟制作人林玉玲讲说 我找不到哥哥 怎么办 我们不要拍了 其实我都在威胁他 然后那天晚上他就失眠了 然后他就隔天就告诉我一个人选 就是李明顺 Bingo 我就觉得是他了 即使他是新加坡人 不会讲太远 但是我觉得那是接下来我要克服的问题 但是至少在第一条件上 我觉得他是符合的 所以我是一直到决定哥哥了之后 然后才去跟弟弟说就你了 他很可怜被我折磨很久 每天都问我说 到底怎样 要不要找我啊 我说选角这个不容易的原因是因为 就算你最后你看中了 可是人家档期能不能配合 他有时候就是不能配合 对我们在不要说这个在台湾 在好莱坞也看过这种案例啊 对不对 到最后他也许会他会很懊恼 对因为那个角色可能得了大奖 对不对 可是这真的有时候没办法 在档期的时候撞上 所以这些都很顺 到最后你决定的都很顺 当然中间有一些过程会有一点磨难这样子 但是我就觉得这部片很特别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老天有感受到 我们很想做的诚意 就是我们的难关一直有 可是在最后关卡就都会被解决掉 其实演两兄弟的身边的女人的两位演员 我觉得也都演得很好 因为你看过 力气你看过真正做工的人 他们的很多的家庭 很多的那种互动 所以在剧本诠释的时候 要让他很贴切 对不对 但事实上你也知道 毕竟是戏嘛 你如果真的就非常的 像现实生活中的那种场景的话 那种关系的话 搞不好这戏还 大家会觉得 我还看什么 我平常就这样子 还有什么好看的 所以这个也很难 你对这些脚本 角色之间的互动 所以你有给建议吗 其实角色互动之道本是没有 因为其实对我来说 有很多角色属于 编剧和导演 他们创造出来的 比如说他们身边的女性 那其实就有 比较大规模度的改编 那他加进去的时候 他也会强化某些因素 我倒是很开心 因为平常心讲 我没有把他们身边的女性 刻画那么好 因为我是一个男性作家 然后再来是我没有结婚 所以对家庭生活这方面 我描述的时候是工作场景 但是回到家里面 他们应该怎么办的时候 其实对我来说是很陌生的 我爸妈大概我十几岁就离婚了 所以说十九岁点 所以我其实在看到的时候 我会发现说 这个是这个是这样子完全合理 而且对我听过他们这样讲 反而是他们给我惊喜 在他们的家庭生活之后 看感情世界里面 它是补足的很大一块 因为其实我没有结婚 我也没有办法写得那么好了 所以感觉起来你没有介入 这个编剧也是对的 我会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援助作者 他能够把 我可以把我的看到的东西视角 然后一些题材丢出来 细节可以帮忙 但是真的发生什么故事 我的经验有的时候 到其他一个领域还是匮乏 然后士兵大哥你说 我开了一扇工地的围里门 可是工地以外 或者他们回到家里面 那一个的时候 其实我也有时候也踏不进去 我看到了也可能是标浅的 反而他们很可能在要改编 要创造人物的时候 因为人物已经非常丰富 具体而且真实的时候 你会直接带过 而且让这时候一切 变得更丰富完美一点 可是你知道吗 刚才为什么我们会用到说 一个围里的一扇窗 或围里的一扇门 因为我最近写了一个小东西 我一直在想说 我就想说 就好像说你开车经过一个路口 红绿灯90秒吧 你就停下来了 让你看到一个警察 在中间指挥交通 让你看到一个行人从旁边 这样慢慢走过去 让你看到一个摩托车 骑士在前面就停下来 那摩托车旗子旁边就站了一个举牌人 举牌人就举了个牌子 然后举牌人的在旁边 可能看到一个卖玉兰花的 换句话说90秒钟 你描述的就是一个 在你街头上看过 然后绿灯一亮 你就继续往前走 可是那些留在原地的 或穿过那些路口的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故事 对不对 那有时候写作 或者是像电影剧本 精彩就可能精彩在这里 就我可能就从这个场景 拉开来 就让你看到 原来这些90秒钟的每一个人 其实都很可能在某种情况下 他们是交错的 然后就组成了一个 很平凡 但是很动人的一个故事 我看你做工的人 还有看这两集的 做工的人的前面两集 我有个强烈的感受 就是这样 就是影视或者是创作 最美好的部分 是他让我们终于知道说 其实我们平常 闪过去戴 穿着一个工地制服的人 戴个安全帽的人 然后你只是经过那个工地 看到他们在那边焊铁 在那边搬个钢筋 这样走进去 原来每一个都是活生生的故事 这是最动人的 也是我们 我觉得做工的人 会这么红的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他其实梦无程度上 也告诉你说 其实你就是他们 你就是用不同形态 做工的人 我觉得这个戏剧 给人家感受也有这个 每一个人会在自己的世界里 小小的值得其乐 小小的快乐 小小的发财梦 然后现实世界里面 他们也是回来家 有小孩要补习 太太可能要抱怨 念两句 人生就这样子了 我觉得这个剧本 好看就好看在这里 那这个平时 但是贴切 又充满戏剧话 对不对 都被我讲完 两位对方 两位就这样沉默了 对啊 好 那我们现在来聊一下 选角之外 那那几位 林就是角色不多的 比如说 冰郎妹啦 戏分不多的 你在当时 在编剧的时候 因为它也是一个 他们生活里面 常常有的场景 我们在看做工的人里面 冰郎是常出现的 香烟 结冰水 然后保利达逼 然后再加上维大利 大组小组 像这些东西 还有小蜜蜂 小蜜蜂 是我在我们家 那个社区那时候 以前我每次注意到说 只要有工地 就会有一个胖胖的阿姨 骑个摩托车 我为什么会注意到她呢 我觉得她太厉害了 她可以在这么多东西呢 两脚张开不落地 然后摩托车还可以这样 砰砰砰砰砰 差不多到了地方的时候 我才发现到 她竟然可以 速度慢下以后 脚去踩那个地上 一踩呢 整个人侧边一站 就停住了 那车上的都是那种 一带一带的 各种吃的 人饮的东西 我后来看你的书 才知道 你们叫她叫小蜜蜂 像这些场景 这些人物 她角色不多 但是你都要 都要找到一个 恰如其分的人 因为其实在 跟历青填调 很多工地的时候 我都会仔细观察 工地里会出现什么 所以像你刚刚说 这些都是会在 工地里出现的 当然要放在里面这样子 那我也会去想 在工地的周围 不管是便利商店 冰冷摊 小蜜蜂 都是也是会 必然出现的场景 这样子 那因为我的角色 主角是 扑龙公三个人 跟阿清 这对兄弟 这样子 那以他们为中心的 周围的人 势必都是成为 形塑他们人格 跟事件的重要部分 这样子 所以其实也是 要去丰富他们 这样子 所以那个槟榔西施 他虽然戏份不多 但是他的服装呢 是里头套数最多的 他每次出来都 欢迎套衣服 对对对对 好像造型 被我搞的半死这样子 因为第一次来的时候 他用的很普通的 我觉得不合格的衣服 对他们吓到 怎么可能槟榔西施不合格呢 这是全台湾都看到 槟榔西施怎么可能不合格 我就告诉他们为什么 他们是以为的跟你 你看你真的 真正要呈现出来 对对对 是有落差的 有落差的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个我蛮好奇 你竟然这么懂 也不是说这么懂 就是说 我塑造的槟榔西施 他在里头被叫做女神 对 那某程度 为什么他被叫做女神 其实我觉得造型 是帮助演员 进入角色的第一步 所以在定装的过程当中 我很在意说 这个演员的样貌 要跟他过去不一样 或是跟这个角色更贴近 所以其实你会注意到 不管是昌歌 然后铁公阿琪跟阿青 他们的样子 都会跟过去 我们看到的不一样 这就是戏成功的地方 因为他们不会 不会让大家看这个戏的时候 觉得说 他不就是那个 以前的哪一部戏的谁 而是他就属于这部做工的人 我们可以讲一下 刚刚那个槟榔西施 可以偷偷卸个底吗 槟榔西施是谁演的 可以讲吗 一二集没有吗 一二集就有啦 就出来了 就梦耿如 梦耿如嘛 刚刚做新娘的梦耿如嘛 对对对 OK 进口告 青天雨天 每天都想你 白天黑夜都要在一起 生活有你 从此变得 精彩 POP RADIO 我要大声地说 我爱你 POP RADIO 是我扬起 就一起 一起在一起 好 欢迎回到 POP大光明 今天五一劳动节 我们在六点钟的时候 安排了做工的人 这一部 即将在五月十号 HBO 以及HBO GO 在九点 晚上九点到十点钟 会播出 然后在十点钟之后 还会在My Video 会上线的 做工的人 原作者 是林立青先生 他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就创下了 非常大的一个销售量 在这个书室里头 那也可以说一定程度上 改变了他自己的人生 那后来呢 这个导演兼编剧 郑芬芬小姐呢 看上了这一个这本书 然后把它改编成了 现在我们即将要看到的 六个小时的电视剧 原作跟原作是同名的 做工的人 两位现在在我们的现场 我们还一点点时间 再来聊一下 其实我们从某个角度来说 说他是一个 小人物的某种狂想曲 也可以这样讲 对不对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 也有一些期望 但是在那个结构之下 他其实是很辛苦的 其实原作有相当多的无奈 但是剧本的时候 就像刚才纷纷讲的 你不希望他太沉重 所以多少还是带了一点喜悦 一点期望 一点快乐 其实从某个角度说 大部分的受薪阶级 我们不要讲说做工的人 所有人都是拿薪水阶级的人 他不都这样吗 有点苦难 有点辛苦 然后一年也存不了多少钱 可是总是说 我们在年底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帮孩子 添一点什么 帮长辈买一点什么 帮自己太太或者先生 去做个小旅行 也其实一般人不都这样吗 只有碰到现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才突然间 对啊 只有到现在碰到疫情的时候 突然间发现到说 作为一个月光族 哇 好辛苦 手边现金不够 作为一个小企业 现金不够 否则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大概都是照做工的人里面 或像这个 一般人的生活世界里面 这样过日子 可以这样讲 所以从这个要求说 好 我们来做个小小的整理 立青你希望你的读者们 要换什么样的心情来看 这部转换成影视的做工的人 我会觉得说 因为我在写作的时候 我不可能 例如你采访我 其实都是我们对话 如果你将来写一篇 和立青两个人在录音室 你不可能把我 一句一句写出来 你一定会大概描述一下 立青 然后告诉大家说 立青讲了哪些话 大概只有几句重点 所以当你看书的时候 你是看不到 真实人物在对话的 他们是不可能呈现说 一个功能在里面说他的话 会变成凌厉心在说 可是今天变戏剧的时候 我就把这些话 还到演员嘴巴里面去 由他们的身份 他们穿那样的衣服 在那样的情境 和这样的朋友 讲这样的话 那对我来说是刺激的 是新鲜的 因为其实我也是 没有办法用文字 去描述台语的那种 口味 那种感受 那种非常接地气的 很探感 我只能用情境相关 但是今天戏剧可以直接 场景就布给你了 他讲的话是最接地气 最地道的 你一看就知道 他在说什么东西 而那个弥补了我一些 没有办法用文字 书写 台语和感叹词 语助词的遗憾 可是我私下问一个问题 你的作品 现在被改编成电视剧了 它变得非常立体 对不对 然后你在整个过程中 你也有参与 是 你有在看 然后你有在跟导演 这部分不断的在聊天 在沟通 将来对你的写作 会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写作影响 一定迟早都会有 比如说 我在等他们接触的时候 我会发现几件事情 就是和他们 谈东西的尖锐度 和速度会比较快 我变得这一阵子 我觉得 因为有各种 跨领域的合作 比如说电台 电台里面 你们在访问的时候 就会非常会提问 提问的能力 和采访的技巧 我就会不知不觉 被你们影响 而且学到 那一案的时候 我跟导演 还有编剧在合作的时候 我的想象力 会被扩大 我一直在 我一直在工地的时候 其实我想象力 是比较没有的 我没有办法 想象比较远的东西 比较荒诞的东西 但跟更多人 合作之后 眼界会被打开来 你晓得散文很难 散文因为 它是太平铺直速 通常到了小说 或者是戏剧 电影的时候 它就有立体化了 因为那个人的内心世界 就有很多的角度 可以来撤写它了 我们看做工的人 文字的好看 跟影视作品的好看 差别就会在这个地方 导演你呢 你希望大家 用什么样的心情 来看待一个 独立成为一个 影视作品的 做工的人 轻松的心情就好了 我并没有想要说教 或是传递什么大道理 我只是想把 人物之间 最真实的情感 然后传递给观众 我相信很多人 在看了这剧的时候 都会想到自己的父子辈 会想到自己身边的许多人 这样子 然后如果让你们能够知道 要去珍惜 要去在意这些 可能已经逝去了情感 我觉得那是很棒的 做工的人里头 在原著里头 也琢磨了很多 包括我们的工地文化的改变 也包括了因为外劳 外劳的外籍移工的引进 然后整个的工地文化 也拥有了很多快速的变化 其实这都是一个非常丰富的 而且是非常动态的 呈现出台湾社会的流变 这个你必须跟各位讲 早些年的杨青处的作品 黄春明的那些类似的作品 大家都没碰到这种题材 因为那时候外籍劳工 移工还不是台湾 劳动市场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在未来的 如果有机会了 我觉得看到这种 跟工人有关的题材的时候 说不定我们还会看到 更多新的这种创作的可能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两位来到我们的现场 尤其是今天是五一劳动节 各位有机会来看看 这几个演员们 刚才郑导演有特别强调的 这些演员们 包括演兄弟党的 李明顺跟柯淑源 包括演夫妻党的 尤安顺跟苗可丽 还有跟他们 演他们的几个女生 包括演李明顺的太太 包括有一些客串性的角色 其实都在做工的人里面 有非常抢眼的表现 非常希望 在五一劳动节这一天 谢谢两位提供了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创作的作品 联手合作 让我们五一劳动节 有了一个真正能够 替做工的人来代言的 做工的人 5月10号 各位打开HBO 以及HBO GO 晚上9点到10点钟 祝福所有的朋友 也谢谢两位 大家老公节快乐